請開箱飯粒八的題目 題目說有一個農場 今年種植物1萬公斤 把他圈起來 關鍵字 該植物是每200公斤 可以提煉1公斤的中草藥 每5公斤可以製成1公斤的健康食品 題目說如果是中草藥的話 每公斤可以獲利5000塊 如果是健康食品的話 每公斤是可以獲利100塊 根據自己做的四堂藥查 他發現中草藥最大的需求量是30公斤 健康食品最多是1800公斤 農場決定要從1萬公斤去提煉草藥 提煉草藥X公斤 健康食品把它提煉出來變成1萬公斤 然後P 講的是利潤 這個我先講一下 後面這段話 考試可能不會給你 但其實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說 你要假設誰是X 誰是Y 以這個講話他對你很好 已經給你了 所以你要記下來 第一件事情 以後如果遇到類似題目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做假設的動作 你要假設提煉中草藥X公斤 然後呢 這個可以製成什麼東西啊 這個健康食品是外公斤的 好 那麼第一件事情 我們看要怎麼做 怎麼去列這個市值 好怎麼列呢 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利潤寫一下吧 利潤 利潤的話很明顯的 是不是P等什麼東西啊 因為他叫你寫出這個P嘛 P小P 好 P等多少P 呃 看見講什麼 每公斤可以獲利5000塊嘛 那現在我有X公斤 所以是變成多少 五千X 好 加上這個食品的話是每公斤一百塊 所以Y公斤的話就一百Y 好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全出來了 OK 回來了齁 我就不講 然後第二題他說 如果想要獲得最大利潤的話 那XY是多少 好 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 很明顯就找出那個XY的那個 最好的狀況嘛對不對 那 就要利用線性規劃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個 一條直線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 怎麼做這個題目呢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去列這個四值出來 列什麼四值呢 好 呃 你當然不可能解出P啦 首先第一個 你覺得X加Y是多少 X加Y 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他說 每兩百公斤可以提列一公斤的中草藥 所以如果從植物來看的話 從這個植物來看的話 因為總共不是一萬公斤嗎 所以如果我要提煉出X公斤的中草藥 代表這個植物需要幾公斤啊 他需要是 兩百X吧 聽懂我講什麼意思嗎 也就是說 每兩百不就是只能有一公斤 四百來就兩公斤嘛 所以X公斤的話 應該是不是就要兩百X 好 你直接推Y的部分呢 你看這邊 他說Y的話是 每五公斤 可以變成一公斤的那個食品 對不對 所以五公斤就是一公斤 十公斤就是兩公斤嘛 所以我這邊應該都找 應該是五Y 因為五Y的這個植物呢 可以提煉出一萬公斤的那個成品 然後這兩個相加肯定怎麼辦 小於等一段 一萬吧 對不對 比如說這一萬公斤裡面呢 有一部分呢 拿來做什麼東西啊 中藥 有一部分呢拿來做什麼 草藥 對不起 講錯了 拿來做健康食品 但是因為 並不是說 一公斤的植物 就可以變成一公斤的這個 中藥嘛 所以你把它做一下那個 換算 會啦齁 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X的範圍 X是誰 X指的是這個 中草藥的那個重量 他肯定怎樣 大於等於0 小於等於多少 30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中藥最大的需求量 是30公斤 對吧 所以你說我最多 我只需要30公斤這麼多 然後呢 Y也是一樣 我最多呢 當然是比0還要 最少是0 最多呢 不會超過1800 OK 這樣子 會啦齁 有問題 好 接下來呢 把這三條線的法化出來 這三條線的法化出來 好 首先聽到這條線化解 化解的結果給多少 除以5 所以變成了 40X加上Y 會小的等於 2000 好 那麼這個點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Y等於0 10次可能要稍微畫一下那個圖 那個表格的部分 可能需要讓你有一點點的那個 練習 這表格也可能要畫一下 1 2 3 4 5 好 分別是 這裡的話 分別是多少 你知道嗎 寫 500 OK 然後 1000 15 2000 25 也是 我的每兩個就是500的意思 OK 然後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寫 多少好了 10 20 30 40 50 我們這樣畫會比較 第一方面數字可以大一點 然後二方面的話 空檔也不太方便 我們去找一下答案 好 第一個如果X等於0的話 那Y就是2000 在這邊 再來下一個 如果Y等於0的話 那X就應該是50 在這裡 所以把它連起來 好 這條線呢 就是 4X加Y 對不起 40X加Y 會小於等於2000的這個答案 對這條線 對不起 等於2000 等於2000 不好意思 等於2000 40X加Y 會等於2000 這條線 那因為小於等於0 所以應該是左手邊 對不對 然後還沒結束 那X只能進到0到30之間 所以呢 我要畫線 不好意思 要畫藍色的線 給你看到 藍色的線是X小於等於30 所以就是說我只能比30還要小 然後呢比0還要大 所以這塊是我要的答案 對不對 再來Y的部分是0到1800 所以呢 只有從這裡 這個來用不同的顏色 畫給你看 我用綠色好了 好 1800 這條線 一直到這邊 好 也就是說 藍色的線 綠色的線 跟紅色的線 這一塊這個部分 才是我要的答案 所以請問你 如果有幾個頂點知道 這是什麼型 12345 12345 這是個五角形吧 對不對 那會出現什麼東西啊 出現最大值的話 一定在哪個位置 一定是在它的頂點區階嘛 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點 這個點 還有這一點 跟這一點 這一點 那當然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從圖來看的話 00你不用想 因為如果要帶0的話 根本就沒有利潤嘛 所以不可以帶0 所以你只要帶4個就好了 聽懂的意思啦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帶不去這個點的話 這個點的話是30點吧 就是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的x帶30 y帶0 帶路 帶路哪裡 帶路這條線 帶路這個 這個紙帶路P 這個紙的話 很明顯的結果的話 x帶30 是不是剛好就是15 然後呢 後面是4個0 對不對 如果你的x帶30的話 y帶0 好 然後另外一種情形是反過來的 這也是30 上面這個多少 這個 這個頂的話 如果x30的話 請問你歪掉這個頂 這個頂肯定是30 1200過去變成800 所以應該是30跟800 對不對 所以你帶進去30跟800這個答案 所以你把30800帶路 帶路 帶路這個P 來吧 x帶30 y帶800 所以30乘以他 就變成了15000 再接上800 就變成了8萬 所以答案就變成了23000 所以你一看也知道說 這個大概會比較高 前後比較多一點 再來就帶這個 這個點 這個點的話是多少 是y多少 y是1800 y如果是1800 那如果y1800的話 x多少 y如果是1800 這個點的話 1800移過來的話 是200 除以45 所以是5 所以你把51800帶路P 好 那變多少呢 但是結果是 呃 一樣 5的話 5x他就變成25000 加上18000 他就變成1800 00 OK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的結果 等於205000 205000 O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1800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 0 1800 带路P 那這個呢 其實你也不用算了 答案很明顯 就是18000 好 那這四個答案 1234 你對一下就知道答案 很明顯 這個是最多 對不對 最多 所以他什麼時候呢 答案是 x呢 等於30 y等於800的時候 有最大利潤 最大利潤 OK 這樣子 應該沒問題吧 可以了齁 好 那 呃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從圖來看的話啊 我們為什麼知道說這個地方會是 最大值呢 原因是因為齁 你可以看這個地方 如果你從這個線來看的話 這裡 你看這個地方 請問你他的斜率是多少 斜率 這部分的斜率 多少 算一下 如果假設他這個是0的話 斜率很明顯 是不是就是 呃 負50 對不對 他的斜率是負50 知道是什麼負50嗎 我說如果p是0的時候啊 這個y不是等於負50x 負50x嗎 那個斜率就是負50 所以負50的話 是長什麼樣子 是這樣子的 寫的對不對 你聽懂我講什麼嗎 你說他應該長這個樣子 那也就是說 離他越右邊的 就是越往右上方的部分啊 越往右邊的部分 所接觸到的點 他的那個最大指會越高 所以如果從這幾個點來看的話 1 2 3 4 4個點來看的話 很明顯的 最後接觸到的點應該是 這個點跟這個點比較可能 但是因為他是這樣子斜的嘛 所以他是最後被碰到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你畫那個 那個水平線 這樣子畫畫畫畫畫畫 畫到最後其實最碰到的是這個點 所以他這個點 那個最大指在這邊出現 這樣子 會來齁 OK 好這個你把它寫上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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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